欢迎收看金周看世界 我是高玉玲 本节目由三立财经台iNews 跟金周看共同合作直播 用先铸报导为您剖析时局 剥话未来 当作者找上门 您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越战越勇呢 热爱网球的黄楚英 他曾经获大专杯网球冠军 却因为一场车祸造成颈椎骨髓损伤 无聊完神儿时的梦想 就算必须要坐轮椅 他还是不放弃机会 一手奋力的挥拍 一手转动轮椅重回场上 代表台湾前进帕运 也在2018年拿下商打铜牌 连续三个组织医生 都跟我讲说 我不可能再回网球场 直接宣判实际 我想要实现我小时候 就是车祸前一直没有实现的那个梦想 我想要打奥运 那时候戏上是为了要准备 师生做堂会的一些相关的开会的事情 然后在准备的入口中就出了车祸罪 对方违规停在八马线上 然后没有打方向灯就突然又转过来 医生寻诊的时候我就问医生说 我车祸之前我是网球选手 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网球场 那其实三个医生都是蛮残忍的啦 直接宣判实际 几乎都一样都是说 你已经颈椎脊椎损伤 你连拿东西都困难了 那你连站都不可能 你不要想要回去网球场打球 你要放弃你的网球 刚开始其实是不相信 但是大概你复健了大概三个月 然后到半年之后 你就觉得好像真的没有什么效果 好像真的就像医生说的 我真的必须要放弃 我最记得后来出院回家 我就跟他说就是球拍都可以打包 然后锁到楼上去 我只是说因为我不会再打网球了 刚开始当然是很难过 那久了之后你就变成 你总要想办法 与其就是每天这样子哭上的脸过一天 那倒不如笑笑的过一天 因为朋友也知道 我一直很想回去打网球 那朋友就传了一份 就是可能台北有在招 那个轮理网球的星光班 他跟我说 妈妈我要去台北学轮理网球 我说我没办法 要的话你自己去 他真的高铁搭了去了 真的去学了一两年 其实因为我是脊髓损伤嘛 所以刚开始我手是没有办法抓握 我连做球拍网球拍我都没办法拿 为了要能拿住球拍打球 那刚开始是先在家里用扶具 然后绑住球拍 练对地拍 那刚开始可能五下 他就没力气就掉下来 然后就慢慢练 练练就花时间去练 那也是大概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开始可以连续对墙壁打 打超过十下 手不会掉下去这样子 他打电话回来跟我说 他要继续打网球 一开始我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 我会想到说 我轮理网球要怎么带他 这一方面我也没有接触过 后来我就想说 既然你回来 至少我可以陪你打 然后我们就慢慢摸手慢慢摸手 之中一方面就 可以到国外去看 然后就吸收了很多一些尝试这样子 现在出去打职业赛而已 然后要自己去找赞助金费 大概有统计过 那一年光是在跑比赛的旅费这一部分 他需要支出的费用就将近两百万 整个团队的费用加起来 可能就是一年至少要四百万 是一个很高的花费 每次我想要放弃的时候 我只想到 就是想到说国外的朋友跟我讲说 如果你喜欢网球 就不会放弃他 就是回到我自己涂装 你就是很喜欢网球 所以我还是放不掉 我曾经代表中华队 获得了两届亚踏运 轮理网球跨的准双打的公开 我的最终目标最主要就是 我想要实现我小时候 就是车祸前一直没有实现的那个梦想 我想要打奥运 透过自己这样自己出国去比赛 然后让我们自己国内政府 然后企业 社会 甚至社会上每个角落的人 都可以看到伸张运动 跟你不一样又怎么样呢 社会上太多霸凌 都是源自于无知 妥瑞症会让人不自主的抽动身体 扎眼等等 很多小朋友因为妥瑞被斥责不乖 甚至被欺负 但他们可比你想得更加的优秀 台湾第一位三铁铁人王雪人 他小四的时候开始发病 亲喉咙咬嘴巴 甚至还被送进精神病院疗养 为了让自己累一点 他开始疯狂的运动 而这一练渐渐发现 能够掌控身体了 格外的有成就 而现在的他 可比你我都接触多了呢 我是小草 然后本身是一个舞蹈老师 同时也是溯西的指导员 还有盘运指导员还有杜牧舟的教练 然后同时我本身也是一个 陀律师症的患者 好 就是会一直想要尖叫 然后会一直想要动作 怎么样 然后会想要抽搐 声音比如说 会有这些 他会发一些声音就是 就是讲脏话 所以他有的人会说 他是会与正后取 讲简单一点就是 我跟正常人一样 但是你们所做的事情 我都会做的频率比你们多 我在上第一堂的舞蹈课 我都这样跟我的学生介绍 就是老师的问题其实没什么 也不会传染 就是我不太能够控制 我自己的声音跟动作 但是我这样的人都可以教跳舞 你们是正常人 所以你们一定做比我好 我觉得他能这么 就是坚持自己想要做的事 而且克服这个症状 我觉得很厉害 而且他跳的真的很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想 就会想为什么是我 对啊就是 好事怎么都不会在我身上 所以你每天早上起来 都要先面临一连串问题 你可能就想要走三步往前 他就应该你退两步 你可能想要正常呼吸 他就给你倒抽两口气 对别人来讲 可能就是很自然稀微的事情 我们都觉得做得很吃力 他那时候很严重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 他会叫 就有人就会讲说 那么做坏事情啊 报应啊 才会有这样的孩子 这也就是一种霸凌啊 说猪鼻子最常讲 因为有时候 很会这样 然后有时候可能就是把我的 抽屉跟鼠包乱方 或者把它踢倒 就是我必须一直重复这样的 轮回这样 头上这个方 是以前 升学的时候 国高中 那个时代流下来的 就是我会用一些 在我觉得可以承受的范围 就是虐待自己 这是最重的时候 大概就是那一阵子 他把很多的这个 都往他自己身上 他没有太多的 回来再去讲怎么样 我觉得他也是很坚强 因为我知道他是 要承受很大的压力的 要承受很大的压力的 安全风险的问题 我那时候回答就是 就是不会 我完全不担心这个 就是因为他知道 他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他受了非常非常多的训练 其实有时候 不一定要正面爬 你把身体踢开啊 让手 手脚伸直 这样感觉不合理 但事实上这样子 比较神力的 而且你这样看 你每一步都像踩楼梯一样 这样子就比较稳了 本来也没有想说 来重置这些活动 就是因为我有投了一试证 所以说其实会有一些 异样眼光 那到荒郊野里 深山或是海边 比较没有人 所以要怎么发作 就怎么发作 刚开始会想说 有点负面 就是说 我所谓是证 但是我想要比别人 对我更好 所以其实一开始 是想要更加比较 不想输给别人 我今天如果是更加比 其实那表示我还是 没有放下别人 对我领光跟成见 但当我专注在自己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 完全focus在自己身上 那在有专注的过程中 也会让我症状减新 而且在这个 同事这些活动过程中 我得到很多的成就感 我身为一个 比较特殊的疾病患者 我可以做一些 甚至一般人 可能都不太能够挑战的事情 那可能就是对 其他拥有类似症的人 它是一个服务 那也会消逆一些 不必要的误解跟歧视 我觉得这是 可以说是我的一个 给我自己的使命吧 其实没有必要要证明说 腿势症可以比别人更好或怎样 或是也没有腿势症要做得跟别人一样 那我就是不一样 重点是你喜不喜欢你自己的样子 你开始喜欢自己的样子 别人才会喜欢你 根据研究 运动会散发脑内飞 让头脑变得更加的清醒 在美国九成的企业CEO 年轻的时候都打过校队呢 证明了运动真的很重要 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忠 带领上千亿的富邦集团 走向巅峰履创夹击 如何办到的 其实秘密就藏在他 每个星期一下午的跑步课中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种毅力的培养 要你不要放弃 从运动中间去学习 做任何事情 不到最后一刻中 不要有放弃的念头 我开始运动的原因是因为 我本来之前跟一个朋友 一直在谈说 我们应该要戒烟了 结果我就很努力 戒了两个礼拜 殷琪 他很有戒烟经验 然后那时候我都很痛苦 他就跟我讲说 你想抽烟你就运动 我说真的啊 我就一辈子第一次买了一个滑步机 然后我就真的照他讲说 我想抽烟我就上去 我就开始 觉得流汗以后很舒服啊 七年前跑第一次的九公里 然后后来变十公里 这两年都没有 只剩半马跟全马 有一次人家办山田比赛 侯文勇 你们的好朋友吧 他也没有练习好他就去了 记得应该是四月 就水很冷 下去就失温了 连游泳都游不完 他就被捞起来了 回来我去跟他讲说你看吧 一下做什么山田 没想到第二年我反而是跟他讲说 那我们去山田看看好不好 就2014年的四月 我们就去了第一次的那个山田 就觉得说 既然六十出头岁 今年已经六十三了 那时候是已经过六十才惊觉说 说不定趁现在还能动的时候 收集一些未来可以 说的好听是回忆啦 说实在就可以吹牛的事迹啦 运动跟人生的其他的追求的目标一样 每一个阶段可以设定一个目标 让你想办法去要求自己去达成 刚才讲跑马拉松 你在跑的这个过程中间 你有多少次你都想说算了 我就用手了 我不要跑 或者我就等回收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意义的培养 要你不要放弃啦 从运动中间去学习 做任何事情 不到最后一刻中 不要有放弃的念头 有放弃的念头要想办法去克服它 我觉得对意志力的训练也很好 第一你很多情绪都是从你的身体状况来的 你要是身体状况不好 你当然一定报到一顿 现在我大部分碰到做决策的时候 比较不会像过去那么执照 不执照的话就比较少做错误的决定 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讲就是 尽量少犯错 像我这一次受伤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我老婆就觉得说 除了做医学上的治疗 她觉得我应该心灵上也要调整 受伤然后一直拖 好一下一动就开始反复 所以就会也得到一个教训说 其实这个运动健身也好 人生也好做事业也好 都是冲刺 也要有休息 这个是 我想这一次我受伤一个 很大的一个体验 后天学习真的有用 赖世雄 这位大名鼎鼎的英语名师 可不是从小在美国出生 或是有超棒的英语环境 她小时候读放牛班 大学联考英文只有七分 18岁才真正开始学英文 发现什么事让她从学渣 晋升为学霸 还创办长生屯英语集团呢 她说就是努力而已 精通英文绝不是一个晚上 就可以学成的 透过不断的淬炼苦练 你会成为妖怪 因为我已经接近妖怪了 大概就在我小学的时候 顶了一家面店 我负责洗碗 在这个环境之下 功课答案是不太好的了 我在初中的时候 就开始当模范生了 就模范给大家看不读书的人 是什么样的这个虾肠 我是真正的模范生 他们就给我取的外号叫赖巴 赖巴就是说这个人很差的意思 后来大学联考成绩单发过来了 爸爸一看 下一大条 脸一变 累累累 你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呢 马上一个拳突这样打过来 这样子 那我闪掉这样子 爸爸跟气这样子 追着我 后来爸爸呢就掉眼泪 他说 我们从此以后啊 我们家里面没有这个老大了 大妹二妹 大弟二弟 你们分别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 你给我滚 就叫我滚这样子 我就滚了 好开心的滚了 我就滚到这个这个正在学校去 刚开始的时候 学长都用偏的 因为还没有还没有入屋 所以留在学校的学长都对我们非常客气 入屋回来之后 早上六点钟 全部学长连变了 果然都是魔鬼 三秒钟下床 这个是我们在 我们是上下坡嘛 三秒钟下床 那怎么下床啊 那只好东西掉的 掉下来这样子 哥的这一两个礼拜 写了一封信 写过爸爸 爸爸饿错了 希望你早点输我回去 我一定会重新努力 考上理想的大学这样子 后来没想到两个礼拜以后呢 这个信呢 原来是寄到我们长官手中了这样子 他拿了我的信 他说你不要淘宝 你要把这个环境当作一个 所谓的一个天堂 独树的天堂 然后呢 你才能够脱胎还顾 所以我就听了他的话 试试看 民国五十五年西点军校的学生 到震灾学校来访问 坐在我后头的 他站了起来用很流利的英文 我会这样讲 讲 讲英文 My name is Philip Let's see you all there 我说这个英文 讲得那么棒 回过头来 我以为是老外嘛 你看不是 是我们同学 我就问他 我说 那你是 后来是怎么学的 他说 我根本没有记文法 我也没有记单词 我是会念 我会念 我才会评 所以我就在想 我就说我把我自己想成是一个新生儿 就压压学义 我第一个我学音标 包括三个月的时间 第二个我学习绘画 三个月我就会讲话了 第三个我就学大量的平面的文章 变成立体的声音 然后随时随地 我又加了两样东西 描述法跟翻译法 什么描述法 当你没有说的时候 绘画书已经讲完了 你就随便可以讲 As I turn around I see something over here 我看那个东西 Oh, these are bonsais 它们是盆栽 但另外一个叫做翻译法 翻译法呢,太简单了 翻译法呢,你坐公车 他们旁边的讲话 你开始翻译了 你看旁边的 hebub 手的直播 他ays会玩的 Hey, look you know, there is a man sitting next to you he seems to be a little strange maybe you know, he's a lecturer a a lecturer's uncle 我工作很多人 是科学人士 人士在商业、党业 我工作很多地方 他在5%上升 我说很多 我说是有百分之百的人 我工作用英语 原来的主唱人叫Andy Williams 非常好听的歌曲 叫Dear Heart 30年前 赖老师成立长春的英语杂志社 尤其是长春解析英语杂志 在高三升大学这方面的市场占有率 将近75% 长春春之所以能够 就是30年在台湾市场也好 在大陆市场也好 备受肯定 主要是赖老师用同理心 在经营这个事业 就是把所有的读者 所有的听众 当成他当初想要学好 英文那个时候的样子 这15、16年来 陪同赖老师到大陆出差或者演讲 赖老师他都会利用时间 在一个角落席地而坐 然后就拿出教队稿 就开始在教队 他乐战工作 每个人都可以到达这个程度 以言的学习 没有一触二触 精通英文绝不是一个晚上 就可以学成的 生活和学习 就是活到老 学到老 真的是要这样子 久而久之就会变成妖怪 在台湾这要进步的国家 却平均每十分钟 就有一件女儿事件发生 这样的数据听了真的会很难过 台湾首位临床法医 尹子玲 她以专业的验商技术 帮助许多受虐儿远离伤害 因为很多孩子即使受虐 也不敢说出真相 她靠着自己的第一手观察 告诉社工 警察 这些孩子需要帮助 以前当法医做儿虐 那躺在我面前 都是已经死去的小孩 可是现在我是帮忙 那些还活着的小孩 那当法医的时候 有解剖不少儿虐的个案 那当时看到小朋友伤痕累累 有心伤有旧伤 那当时会很压抑 其实看她的伤 都知道是儿虐了 为什么会没有人看到 没有人帮忙她 而导致她今天的死亡 刚开始要做儿虐 是我推荐跟社会局 家房做新说 我可以做这一块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案子 那其实是社工不相信我 那我当时一看 其实她肾上的伤 我都知道有问题的 因为她当时脸上有伤 头部有伤 然后手上有一个抓痕 那接着就是身上有很多伤 可是你问小朋友 小朋友不回答 她说跌倒的跌倒的 你问一百次都是跌倒 然后母亲跟同居男友 也跟社工说 他们真的照顾不是很好 所以社工相信父母亲没有问题 也相信小朋友所说的 她是跌倒的 那当时写一个验伤诊断书 我上面马上就写了 确定我有耳略的伤害 那其实当时最深 其实是社工师 她就说 已经是你怎么这样子 我已经跟你说了 我已经调查得非常清楚 干嘛还写这个验伤诊断书 那我当时是坚持我 我就跟她说我坚持我的专业是没有错的 那社工师就决定 要把小朋友送回原生家庭 那两个礼拜之后 同样又是那个社工 她说又要验伤 同样是那个小朋友 然后这一次社工就说 因为小朋友承认说 是妈妈的同居男友打她的 这一次的伤 然后接着送过来 那当然看的部位是打得比上次更严重 那我也问小朋友 我说那两个礼拜以前 你验伤是怎么样弄的 她说也是爸爸打的 那这时候社工才知道她冤枉了我 也因为这样子慢慢建立关系 他们就开始把案子都转接给我 曾经碰过一个小朋友送到医院的时候 其实已经昏迷了 因为脑出血 脑不出血 那当时很清楚看到全身都是这个衣架 新伤旧伤 全身都是 验完伤之后我就跟家华说 这个一定要启动司法调查 那接着 因为我们已经跟家官 早上做一个现场模拟 我们去的时候是 去到一个社区 那我就听到邻居在说 对啊 我常常听到那一家小孩在哭 所以就证明这小朋友是常常被妈妈打 旁边的邻居都听到 可是没有人 没有人跑出来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 哇 真的很冷漠 回到医院的时候到下午 然后交互病房的护士都跟我说 小朋友刚刚走了 就死亡了 听得很难过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 小朋友最后虽然我有验伤 可是还是死亡 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轨道医伤就是像这种棍棒 像这种棍棒打下去的话 其实它有特别的伤痕 棍棒一打下去 我们皮下的血它会往两边挤 那一个棍棒沾直接打下去的话 那变成那个血往两边挤 就会形成两条血痕 当我们看到这种伤的话 绝对是典型的受虐的伤 我觉得有营主任这边 在帮我们做这样的训练 我觉得对我们的帮助还蛮大 因为以往我们可能 社工在判断伤势的时候 我们顶多只会知道 哦 这个是瘀伤 这个可能是被东西打的 但是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打的 我们就没有办法不清楚了 可是有他来帮我们 做这样的教育训练的话 就是可以让我们更有敏感度 知道这个伤跟孩子说出来 或是家长说出来 有没有无法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开会 然后碰到一个社工 然后后来他照过的小孩子 重大而略致死 那当时大家也是问他 你发现有伤的时候 你为什么没有把他送去验伤 他就说我觉得不需要 然后甚至他说 我觉得家长对他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不需要 到底什么情况才需要 是你觉得已经严重得不得了 或是快死的时候才需要 也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当时是有跟地检署的检牙官 大家一起开会 那最后下出的结论就是说 如果说身上有典型的耳虐伤 也要通报 你不能等他每个都重大耳虐 才通报 这个时候已经太迟太迟了 我希望大家都跟我一样 能够看出小朋友有问题 在他生前不是时空 一个小朋友走过你面前 你看他的头看他的脸 看到有伤你就马上通报 不要再犹豫 为什么 因为你通报错误 不会被罚 可是如果这个小朋友 真的是受虐了的话 就等于是救了他 我一个人救不了那么多小孩 要大家一起来救 毒品有多可怕 你可能看过电影 也可能看过医学的研究数据 基督长达八年到梁中平 他用亲身经验告诉我们 一旦沉隐就像是有魔鬼 二十多岁的时候 他抵抗不了朋友又或开始吸毒 前后花费将近六百万 再买毒品 直到有一天 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人 现在梁中平可是位名厨呢 来看看他的贵人是谁 以前我一个人吸毒 就等于全家人都中毒 然后又让他们不敢出门 不敢去面对外面的事情 你明明不想要去吸 可是那身体的痛苦 那就是要让你一起去吸毒品 那你就是无法抗拒他 那种吸你的煎熬 有没有 真的是很难受 我从那个二十岁借出毒品 然后到我真正戒毒的时候 是三十六岁 然后这中间差不多十六年 在监狱里面待了八年多 花费在毒品的钱 最少应该有五六百万 我如果每次戒毒 就是可以撑过两天 那第三天有没有 就没办法了 那种难受有没有 真的是到顶点了 全身痠痛 然后那个脚毛 什么的毛 好像都是立起来的 然后像有针在刺 那呕吐 你没有东西可以吐 因为你吃不下 那你就是会一直吐 那吐都是什么 胆汁 很难受啊 你曾经在三楼有没有 掉在那个栏杆上 如果我放就下去了 那我就在那边撑着 到底要不要放 那如果放了 没有死去 是不是又造成家里的负担 那如果我爬上来 我又戒不掉 那每天都看到那个家人 那么一泪喜变有没有 那个心情 真的很难受就对了 然后就跪在神明的面前 一直磕头 磕到走 那个头都肿起来了 就就这样 一直问神说 我为什么戒不掉 你们可不可以帮我 这样 就自己把心里的话 讲给神明听了 吸毒的人 心里面又有很多话要讲 但是就是 找不到一个窗口 可以讲出我们的心声 那可能是神明也有听到吧 然后就 过没几年就 遇到我老婆了 结婚家人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有一天啊 不知道怎么搞的 家人怎么变成知道了 就问我说 当初他吸毒 你还要嫁给他 我说 没有啊 我就觉得他是个好人 这样子 我说 他是个好人 可是可能是 不小心走上那一条路 我们就给他时间试看看 那这样 我想说 或许试得过来的话 我们就捡到一个人回来了 这样也不错 反正我什么都没有 就有点时间跟耐心嘛 我岳母我岳父 他们都没有责备我 没有责怪我 把我当作正常人 一样看待我 那每次我回到我老婆的家 有没有 我都岳父都会很关心我 第一句话看到我就是说 你吃饱了没 你如果还没吃饱 我去弄面线 拌猪油 加蒜头的 很好吃喔 这是我的拿手喔 他都很热心这样 那我就看在眼里 心里有很多感触 所以我这一种人 值得你这样做 更加加深我想要戒毒的那种动力 她的朋友就看到 一本杂志上有写 来新日母教育中心才玩 她就想办法让她 来这里试试看看 其实她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是她很想回去 但是白雪其实有坚持 要留她 要留她下来 那跟她讲了很多很多 其实如果其实没有白雪的话 我想钟平在我们中心 应该不会戒毒成功 我还没回去之前 我就自己写了一份计划 我要如何跳脱出那个世界 第一天就是 租到房子 第二天看报纸 一定要找到工作 然后我就想 来餐厅 学徒 一计资厂可以喔 然后我就打电话去应征了 然后打电话去的时候 我就问她说 那我要当学徒 然后她就问我说 你几岁 三十七岁 我有心 我想学 她听到就没有再多问了 她说你明天马上来上班 就我所知道她毕业之后是从 不会做菜 然后去学到会做菜嘛 那这个毅力其实真的不容易 然后后来搞上厨师的证照 那她非常会创意的料理 然后她那个板斗 真的不输给那个中破筛 哇真的不用讲 我刚来的时候 最想要就是 学几样东西 然后放下回去高雄 就是马上要煮一家人吃 然后我回去 就马上去买了一个锅子 还有买了一个快速 就在那边表演了 就表演给她们看 那好吃不好吃 其次啊 我就是要让她们感受到 我真的有认真在学习 让她们看到我这样 有没有 我岳父跟我讲一句话 他跟我讲一句话 就是说 阿炳 你重出江湖 就是很感动就对了 那一句话就是 我现在放在心里 如果说我遇到挫折了 或是想干嘛 有退缩了 那一句话我都会拿出来 不行 我岳父跟我讲 重重江湖 我一定要往前一直走 忘记在办公室里吹冷气 令高兴 跑去田里养蝸牛 这样的勇气不是人人都有 詹俊杰原本是一位工程师 毅然决然决定投入养蝸牛 十七年过去了 现在啊 人称蝸牛大王 从养殖跨足美容 他说创业的过程 真的也像蝸牛一样 一步一步的 终于爬上顶段 我做这个行业 有点像蝸牛一样 一路走了十七年 它就慢慢爬 慢慢一路的往上爬 爬到了十七年之后 才爬到我要的那一个 基本呈现的结果 我本来做的行业是工程师 那收入还算比农业好很多 我们小时候的记忆是这样子 在我们这个五六年级的年代 我小时候有捡蝸牛去 卖给收购商 所以整体对蝸牛的印象 就停留在我们五六年级的年代 那我们应该是把农田来做活化 就是来养蝸牛试探看 突然间亲朋好友听到 我要转这种所谓的农业 到农田去养蝸牛 所有人倒是买下课 他说你应该是撑不了几天 因为你没做过农业嘛 我毕竟是从门外汉 一路从懵懵懂懂 完全在不懂所谓这种行业 甚至对农业完全是零的概念下 投入这个行业 找了很久才找到 白蝸牛的存在在冰洞 总挖牛一只大概五百块 那一次我要取得六百只 所以第一次投入 光要买蝸牛的品种 就要花三十万 蝸牛的养殖 最困难的部分是在乎说 当初我养了六百只的蝸牛的时候 我觉得也不多 所以在照顾上还蛮浓密的 但是刚才在养殖的过程 突然间它繁殖的速度也蛮快的 繁殖到好几十万只 我会觉得说 它一天每天 我起床 我只要照顾十几万只的小蝸牛 然后我每天必须提供这些食物跟材料 那我下到最难的地方就正 第一年的养殖 我是从那一年的春天开始 养到了秋末 结果当我一个冬季过完之后 我的蝸牛在冬天的时候 幾乎是全军覆没 只剩下大概一趴 在我第一次寒害过完到四十万只 最后在四十万只的残海里面 找到的只剩六只是活体 我靠了这六只 又再从第二年开始 从这六只开始重新繁殖 过程中很多同学说 放弃吧 都建议你放弃 回到办公室 有这么好的工作你不做 冷气不吹 你跑去田里干嘛 我想说如果再投入一个新行业的话 这么早就放弃的话 也不大属于自己的性格 所以后来想说 决定再投入第二年来试试看 是不是可以解决 跟第一年的问题解决一下 所以在我第一年的时候 损耗的过程中就很低了 因为我有充分的 比较大的准备 所以第二年我就很完整的 把它保留下来 我发现我们台湾在 食物上取得 跟台湾的碰巧技术上 蛮厉害的 就把官员拿去做 开始研究 那我发现它会变成一个风味餐 那我来这里吃到这个 这个白玉蝸牛之后 感觉很特别 因为它的口感很Q 然后就像人家那个 鲍鱼的口感 蝸牛的本身是高蛋白 零脂肪 我以它的营养成分来算 是跟牛肉一样 目前国内的 台湾的养殖草 大概在蝸牛肉这一方面 卖出将近20吨以上 平均一年左右 会再两三千万 我们从养殖 跟餐饮的过程 一路转到生机这段过程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修复跟保湿 因为蝸牛本身它的黏液里面 它的保湿成分 因值相当高 所以在整个 试用的这些朋友 亲朋里面 第一次在试用的时候 告诉我 蝸牛黏液的保养品 确实它在保湿上 都比一般的保湿品 感觉它的成分跟效果 是好很多 我们要怎么去萃取 这个蝸牛黏液 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才把这个激素去开发出来 那后来我们是发现说 用电极的方式 把杂质去除 把它存化出来 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后来才确定出 怎么去分析它的方法 那把这些方法应用在我们的 蝸牛的黏液上面 才确定说 它对皮肤是有功效的 我觉得使用后 比较 脸比较不会脱皮 而且也比较不会长痘痘 然后 皮肤变得比较稳定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一开始 它的朋友啊 甚至是家族的人都看随它 想说这个不会有出息啊 可是它就是凭着一股撒劲 那就是觉得都做下去了 我就是要做到好 做到成功 这就是它 之所以能成功 我觉得最大的美丽吧 希望我们将来 可以把我们的 官的产业慢慢的也扩大 推广到全世界去 再把它走出去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要带您看看 将近一甲子的 老牌化工原料行 如何透过创新 让他们的产品 跟名字成功转型 跟名字成功转型 欢迎回来 有这56年历史的化工行 原本从事传统的化工原料买卖 在面临时代淘汰之际 碰上了SARS大流行 他们在网路上面 教人家做干洗手的配方 意外吸引了很多大公司采购 接着再接再厉 推广生活用品DIY 像是香皂 蜡烛 清洁剂等等 业绩打分拳 台湾就是把化学 认为化学是不好的东西 都有一个刻板印象 但是化学并不是不好 化学你好好使用 它反而是 对你有帮助的 食衣 助行 育乐 全部包括化学 我们是在天水路9号 天水进来第一个 那时候 因为台湾刚好是化学产业萌芽的时候 所以说天水路就有化工一条街的称呼 想买化工原料的第一个考虑就是在天水路 客户进来 就第一个是接触我们 所以说我们的生意是最好的 95年以后 那个台湾产业工厂外移 那因为这个产业外移 因为都是大客户 造成我们的业绩影响大概30% 第一化工到30年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说 企业如果到30年 它如果不往上 有很可能就是往下走 所以那时候就迫切地在思考说 我们有没有另外的一种方式 可以让公司的营业 或是一些业绩能往上走 那一阵子其实也有一些社会事件 可以是像大家想到爆炸案想到一些不好的东西 就会想到化工原料 那我们就想说我们怎么让台湾的消费者知道 其实化学是在我们的生活周遭里面是很多的 所以我们其实早期在教客人做DIY的蜡烛 香皂 然后甚至我们的水处理或是养鱼 也来自于到后来做了保养品的DIY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玫瑰保湿面霜 我们第一个用的材料就是我们这个玫瑰花水 那取用的分量大概是90cc 我们要做乳液乳霜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产品 它就是油 对因为纯粹的话就是像精华液 可是如果你放油下去的话 它就会变成像乳液乳霜那样子 那锦液乳化剂它本身它能把油跟水抓在一起 我们现在就来讲动了 其实这样就完成了 到今年为止已经目前是17家分店 那目前的营收年营业额大概在2亿上下 我们第一化妆品其实都是靠口碑 其实我们很少做广告 然后早期这个口碑是怎么建立的呢 应该就是从我们是原料商 然后大家开始做DIY 那尝试到一个程度以后 可能大家又懶了不想自己做 对所以就开始就有人说 你们为什么不做东西出来让我们用 我们想说是啊也可以啊 95年我们又自己建造一个化妆品工厂 那时候变成说我们有四次的化妆品品牌 又加上DIY原料又加上工业原料 最近DIY流行比较四维 那但是因为电商兴起 那我儿子就建了一个电商品台 那因为我们是零售业嘛 没有外户去向各个工厂去推销 我二十四集架网站 从写文章开始慢慢演变为DIY现场教学 那现场教学久了以后 我们就渐渐推出我们的DIY组合品 就放在那个我们的平台上 让消费者去购买 所以一个一个阶段慢慢演成 我们家族是很爱分享的一个家族 我们很想要跟客户分享我们知道的化学知识 因为只有教会他怎么用 他才会用他才会更明白 所以我们将这样子的化学的资讯呢 我们就想那我做一个网站是 我把这些化学的那种的物性资讯 然后上面又有价格又有购物车 然后又可以结账那种是最好嘛 还可以为我们带来营收 很多人问我说 你做Live中化学是 好比说希望让大家考试成绩变好吗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 我们希望的是社会大众 让他们重新看待化学 觉得好 觉得它有趣 所以 其实我们读者有的是小学生 他看了我们的文章就很有趣 然后去做那个 比如说校内科展 然后还得奖 他就觉得 就很有成就感 因为我们家族从事化学人料 我希望能透过比较客观的角度 传递给读者们一些正确的化学知识 我觉得 这应该是我们的使命 也是家族传宠 十年前刚从军中退伍的廖俊荣 为了延续客家人的制察文化 放弃了做出事的梦想 选择接下父亲的茶场 为了不让父亲的特等奖招牌蒙灰 他从种茶 陪非管理 制察甚至是行销 他都自己去试 父子两还曾经为了制察的方法杠上 两个人要互相厮杀 扮起PK赛闹 我觉得他算 老天爷给客家人的一个礼物 因为他是桃竹苗才有 这个地形气候 就是桃竹苗这个季节 才有这个小绿叶产 当然其他茶区也有 夏季的时候桃竹苗 因为他有一个品味叫清新大蒙 他做起来的冬孔茶味道比较特殊 我不敢说我做得很好 可是我觉得我很认真 我觉得我很认真去摸索茶清跟茶干 不管是制程烘焙 不管用什么方式去尝试 然后尝试到一个自己觉得理想 然后觉得消费者喜欢的这个味道 退伍之后 然后爸爸问说要不要接下来这个工作 如果他不接的话 他可能就不再蒸摄一些新的机器 这个产业可能就到他年纪大 可能就结束这样 然后那时候才决定说回家接茶的产业 我觉得父子之间一起工作一定会有冲突 我一开始大概就比较强硬的方式 就是想要爸爸接受我的想法 我觉得这样子不是办法 因为争吵就很多 我觉得爸爸也是蛮开放的 对蛮开放的 以制茶的部分的话 爸爸就是会觉得 那不然今天晚上我们的茶分做两堆 我照我的做法 他照他的做法 那我们明天做干之后呢 就请一些茶叶的同好 我们来评比 我把我的优点取起来 爸爸把他的优点取起来 然后就做了一个新的一个自茶的方法 我觉得老天爷疼惜我们 因为我觉得东方美人茶 它是需要小绿叶蚕 清食过 才有这个味道 刚好我这个区块是龙潭的三下水 这个地形它秋林地 它比较闷热 有一些茶园 就是比较适合小绿叶蚕的生长 所以我们这几年 这几年的茶清条件都还不错 我觉得茶树它没有不健康 它就不会长出好的东西 所以我那时候大概在三年前 我就使用一些进口的有机肥料 一些肥肥管理上下一些功夫 我觉得那个茶做出来的味道 就跟以往不大一样 当然有好的茶筋 你把它做得很香 消费者觉得好喝 然后我觉得受到肯定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 蛮有成就感的感觉 我觉得要把基本功做好 我所谓的基本功就是天间 不管你做什么产业 不管是茶叶果树蔬菜也好 你要先把东西种好做好 再去想末端 所以我给现在想要回乡的年轻人的建议是 你要把基本功做好 就是把田间的管理 还有你的植物别 你要先熟悉它 你要把它种好 种得漂亮 然后你再去想末端 我觉得这样子 你会走得比较顺遂 就是我们现在淘族苗 都有办一些官方的一些比赛场 我们从就是 优良茶的整集开始 就是茶叶果仰茶的评审 然后他们有评审过 认为你的品质有到达这个等级 我们主办单位会贴上标签 因为俊荣他是从小他就跟在我身边 他那个他小的时候我们做茶呢 你都困爹叉叉咖 他就从那里长大了 所以他也知道说爸爸的辛苦 他当兵回来的时候 刚好我很缺人手 那一下我有外包一些工作 然后后来我就说 那你留下来做好不好 然后后来想一想 他就好了 那我就干脆当兵回来呢 他就直接在家帮忙这样子 有时候就是说 我老实讲 年轻有年轻的方法 我们老的也有老的方法 那现在就中西变河了 那这样就会进步了 现在我们目前是这样做了 所谓一条龙是怎么样呢 你现在他从一个土地开发 然后种茶 采茶 制茶 还有行销 全部都都在做了 希望他呢 他永无止境 继续学习 将这个传承下去 像以前我爸爸 还给我一句话嘛 以后称头是路头 妈妈讲的 有量才有福 我希望呢 他把这一句话呢 永远地传承下去 打开电视 阅读杂志 感谢您收看这集的金周看世界 我们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